一山人在外面要講什麼話 這不是總統院長能夠去控制 也不必去查 不必去查 不必去查 檢調是查還是不查 檢查機關或調查機關 等於職權都會按照他們的權限來處理 會查對不對 我尊重他們的自己的判斷 結論是會查對不對 我這樣理解對不對 我們都會很審慎的處理 蔡英文跟蘇智昌都是避重就緊啊 為什麼不出面呢 他到底是民間友人還是總統特使 佩偉也沒有說那是假的啊 他是說經過剪接啊 兩個鐘頭的錄音帶 那當然要剪嘛 事情充滿著詭異充滿著貓力 蘇智昌不但不應該說不必查 而且應該說 檢調好好過查一查 他說不用查 另外一個是他在下指導期 另外一個是 他證實了 總統跟裴偉的 很實實在在的關係 要保護說 還是希望我們正式行個公文 有時候他們看報紙就可以辦案 就可以分案 那有時候他們不想辦的時候 他就會硬要你上一個公文 絕對沒有跟小英總統 或者是是蘇貞昌院長 有過這樣子的聯繫 我絕對沒有去去什麼 直達 對對對 絕對沒有這樣子的情形 那些東西其實都是讓股東安心 所以裡面有些東西 也許有些碰紅 錄音帶當然經過剪接 因為原廠是兩個小時 他剪出二十幾分鐘啦 裴偉沒有否認他說出這話 就表示 至少裴偉對外宣稱 可以上達天廳 可以直接影響蔡英文 那總統府就裝白X嗎? 蘇貞昌就裝白X嗎? 蘇貞昌就裝白X嗎? 我可以看見你了嗎? 我可以看見你了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